好 瑞穗乡待会第21届第8届的定期大会是今天举行 那么是乡长的市政报告 那么他特别是以简报的方式来阐述推动乡镇的业务成果 并且感谢中央县政府以及地方各界对乡镇工作的支持跟配合 那么即将任满的乡长陈进光说 未来将担任瑞穗乡的终身志工继续来服务地方 因应年底选战等因素考量 瑞穗乡待会第21届第8次定期大会26号起展开 今天进行乡长设证报告及各科室业务报告 不同的是由于这一次是这一届最后一次的定期大会 因此整个议程似乎也成了乡长以及乡代表们变相的毕业典礼 回顾这将近四年以来 我们代表会各位同仁都能够坚守民意 反应民意监督行政机关的职守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各位代表对于乡镇建设的关系以及投入 更是令人往目相看 从本会秘书的总计来看 截至本次大会 我们代表会同仁的提案共有559件 超越第20件的提案达26件之多 任内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 乡长陈静光首度以slides简报方式 一并阐述两任八年任期内重要的政绩 透过图文并茂 乡长从为民而建为众而设的建设瑞瀉乡 逐步打造乐活城镇 一村一文建站 一部落一聚会所的养生乐居 友善运动空间健康慢活 以及教育文化等设政成果精细详实 公所税据余处 自103年底的2358万 到110年底增加为1亿5328万 累积共1亿2970万元 得以在这两年大型的建设推动下 完成配合款筹措 顺利争取各项辅助 我想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辅助不是全额的 一定公所要有凡之时的配合款 头一次以图文并茂的市政成果报告 乡长陈静光交出票量成绩单 除了感谢中央县政府 以及地方各界的支持与配合 还有三个月任期就将届满的乡长陈静光表示 卸任交接后将担任瑞瀉乡的终身志工 继续为地方服务 记者是预兰瑞瀉乡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跟脸课心 gore